好,那這個我們的香港藝術首索頻道 繼續在萬買的報導 我們在後面就看到有一堆的朋友仔 就坐在地上圍觀著這個電視機 原來電視機在播放著香港藝術 Joe Lam在這裡的一個影片 請問你的影片叫什麼名字呢? 那個名字就叫 Within, Behind, Without 那個主要內容是 我來之前大約兩三個禮拜 聽到一些印度的消息 就是有一些女生就有一些不愉快的經歷 總之受到侵犯之後 甚至被人打死了 去家裡整家人就搬走 來到這裡就想寫一個很簡單的印度女生 一個日常故事 好像日記那樣 想看回,藉著她的聲音,她的想法 想看回這裡究竟發生什麼事 其實你在這幾天裡面都不斷去到拍攝 在過程中有沒有一些有趣的東西 或者難忘的經歷呢? 我想這裡的人 給了我覺得是一個太多個 彈性多的 實在太大 譬如有些真是很友善的 也都好像新聞所說 或者有些我見不到 有些真的不是那麼愉快的人 大部分來到這裡的,近住一個海邊 這個城市裡面 很多人會比較多,思想會多樣化 過多幾天會見到有很多人 不只是做事,可以去放鬆的 或者見到街上,很多人就是為了做事 而沒有空再去留意其他東西 我想這裡的人 受到很多不同宗教的信仰關係 對於這個世界有不同的看法 其實是一個挺有趣的經歷 雖然他們的人 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 個個都像一樣樣 但是過去的經驗 他們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好,在這裡 那我都知道 其實你這個的影片 遲些都會在香港 我們會再做screening 香港的觀眾都可以 我會去到欣賞的 好,那 希望到時 會更加了解這個故事 和喜歡這個故事 好 謝謝Jo Lam, thank you